南美国家委内瑞拉在28号举行总统大选 投票从当地的上午6点开始 选举结果预计当晚揭晓 而根据独立民意调查 正在寻求第三个六年任期的马杜洛 远远落后给挑战者拱萨林兹 而选举前马杜洛曾经威胁若哈败选 将会出现血腥屠杀 但这番言论引起巴西总统在内等领导人的谴责